今天台股突然大噴發 17500點耶 都被衝破了 問一下敏寬啦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狀況 有很多人講說 看今天的態勢 所有這個台股的這個焦點 又回到著我們的半導體 回到我們護國神山了嗎 今天電子跟傳產是同時攻堅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談 談上個禮拜發生了一個小故事 上個禮拜我到另外一個電視台去 那個女主播在台灣輩分很夠 她就問我說 阿寬 阿寬 會不會過熱啊 天啊 1萬7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 老大 你這個問題 你1萬2你問過一次 1萬1你問過一次 1萬3你也問過一次 你會不會這樣沿路一直問 問到2萬 然後當然後面就繼續做節目嘛 然後後面繼續做節目 下來他就跟我說 那這個行情要怎麼看呢 我就問各位一點 現在全世界大家的科技需求 被滿足了嗎 當然還沒啊 那如果沒有被滿足 台股應該怎麼走呢 好 進入今天的一個主題 上個禮拜張忠謀董事長看了一場演講 張忠謀董事長講的冰冰有理 我覺得他講的比較含蓄 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們目前 半導體的一個優勢的話 在製造領先中國 領先5年 在整個IC設計 領先2年 這個是張忠謀先生的一個說法 但現在問題大條 為什麼問題大條呢 這一波從日本 美國 中國大陸一直到歐洲 現在車廠都在停工 停工的理由很好笑 停工的理由是訂單 大牌長龍 沒有汽車晶片 對 今天法國一個新聞出來 我都覺得 哇 那真的很缺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事 他就說 車子我們硬坐 我們一定坐給你 但是呢 你要忍受 忍受什麼呢 過去 各位都知道現在車子越坐越先進對不對 車子也會自動倒車 幫你把車停好 然後那種所謂的巡弋軌跡 一次出來八個鏡頭 那個很多女生現在都說 我會開車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停車 你就把全部放開 按自動停車 他幫你停好對不對 沒晶片啊 那這個怎麼辦呢 他就說 你要能夠忍受我們那個螢幕 改回過去 我們過去那個車子的螢幕 不是兩個轉盤嗎 在那邊 噔噔 這樣對不對 現在沒有人用那種轉盤了 現在通通是用所謂的 科技化螢幕 他說如果你能夠忍受的話 我們車子就做給你 那你猜有沒有人等 沒人等 大家都說 不要啊 我有新的好用 我怎麼要用骨耶 所以現在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嗎 現在包括了美國 日本等等各國 全世界 一般汽車 標準汽車等三個月 休旅車 吉補車要等到半年 所以這個是目前的狀況 所以汽車晶片有沒有減呢 無減 但無減的過程當中呢 今天台積電出手了 台積電出手 他今天講了幾件事情哦 他這個其實真的誠意很夠 那誠意很夠的過程當中 中國大陸又開始狗咬狗了 這段很精彩 你一定要聽好哦 這次台積電就說了 我要帶我們的28奈米4萬片 總共台幣811億要去擴產 那他敢這樣講 一定是美國準的嘛 對不對 所以南京要擴產 南京去擴產呢 一個人去 聲勢不夠大 所以呢 台灣三寶 聯發科 瑞育 聯勇 單著去 然後呢 三星的影像處理器 他們現在也在等 好問題來了 這個28奈米是什麼東西呢 目前28奈米做三個 一個叫做MCU 微處理器 一個叫電源管理IC 另外一個叫做CIS影像感測器 那現在很多中國大陸人就氣了 氣了 現在分兩派 一派是什麼呢 一派是說 哎呦 太棒了 台積電來了 天降甘霖了 很高興對不對 不能講 嘴巴閉起來 另外一派呢 例如說像相地剛這一派就說 不能讓他來啊 所以今天講的很狠哦 他說什麼呢 雞飛凳打不准來 哎呦 什麼叫不准來呢 你來用我們的水 用我們的電 用我們的地 用我們的人才 你怎麼可以來 但重點是後面 後面他說的是 他一來我們未來20年 根本連爬都爬不起來啊 我們現在就是要靠著台積電不能來 我們要自主 然後這時候呢 中新年一個字都不敢說 都不敢說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重點來了 剛不是講28奈米嗎 對 目前中國能夠國產28奈米的 很多人都說我們滿地都是 這個真的是哦 講這個話真的是講大話講過頭了 中國大陸目前能夠做28奈米兩家公司 兩家 一家叫中興 一家叫華紅 中國目前量產28奈米最多的兩家公司 兩家公司通通都是台灣的 那麼大的中國就兩家公司 在那邊嗆聲什麼 沒有他們 聽好聽好還沒還沒講完 精彩還沒到 他們整個中國兩家能做嘛 那中國做最多的兩家是台灣的 一家是台台積電的南京廠 另外一家是聯電的核建廠 就這兩家做比較多 目前核建也是在4萬片左右 問題來了 剛不是講嗎 一樣汽車引擎2000cc的 高檔的中檔的低檔的差很多啊 其實大家沒有說的一件事情 我偷偷跟你講你要寫筆記 其實中國他們華紅跟中興能夠做的 他們的28奈米做的叫做LP 低功率喔 請各位不要想錯 LP叫低功率晶片 他沒有辦法做到像台積電做的什麼呢 台積電目前所做的 已經做到了所謂的一個HKMG晶片 這個HKMG晶片就是 我中間這個系統是一樣的 但是我上面幫你做改良 改良完之後呢 我可以有七八種的一個變化 所以對中國來說的話 台積電這個2011年的產品過去 他們是如貨自保 那是 因為他們目前全國的供給值達 本身的15% 所以台積電要去 大家是開心到要死喔 結果這時候有一個人出來說 不准來 雞飛彈打不准來 好多人嚇呆啦 嚇死了 為什麼下單呢你知道嗎 台積電這一波過去這個 重點在哪邊呢 現在蓋廠要三年到四年 根本來不及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呢 你原本有工廠 對 機台運過來 直接放進去 半年就投產 所以台積電重點 請各位注意喔 台積電重點它是在解決問題 什麼叫解決問題呢 最近瑞薩講的那個叫解決問題 瑞薩不是之前過年被火燒嗎 火燒 對 瑞薩被火燒的過程當中 所有的訂單沒有辦法解決 台積電人家惡化不說 產能利用率 所有的工程師晚上不眠不夜 大家做夜陰計畫 持續幫人家做 幫世界解決問題 這個叫做做事 不像美國人 美國人你這樣晚上起來加工 夠可能 不可能 但現問題來了 之前不是說了嗎 張宗莫董事長就講了嘛 現在最大的整個競爭者在哪邊 韓國 現在韓國也把他們的未來 放在三星的一個身上 可是現在三星前有狼後有虎 而且很多事情很麻煩 各位都曉得李在榮現在在關嘛 那李在榮現在在關他們三星呢 就不同的行業 由不同的領導人來做 最近韓國在地五大經濟團體 居然直接聯名上書給韓國政府 要特色李在榮 要特色李在榮 對要特色李在榮 特色他幹嘛呢 我也完全不知道在幹嘛 因為李在榮有出來跟沒出來 其實沒太大差別 實在話 因為對現在來說的話 三星他們是已經把成本全部都壓出去了 三星現在他們是塑的力量全部都壓下去 壓在GAA產能 但GAA產能現在還不成熟 台積電已經說了 GAA產能很棒 但是對我們台積電來說 我們兩奈米才要做 所以台積電即使到三奈米 他都不敢用GAA產能 為什麼呢 第一個動輒成本開銷太大 第二個良率太低 實驗室成功的了工廠成功不了 我工廠成功不了 我就解決不了事情嘛 那目前韓國把希望放在三星的身上對不對 但三星最近又被大陸擺了一招 為什麼呢 三星最近的一批單子被京東方給搶走 那京東方真的想一想哦 還蠻厲害的 也還蠻可惡的 他怎麼樣呢 我有政府補貼啊 你沒有政府補貼啊 我們兩個比價格 你打得贏我嗎 當然打不贏啊 所以三星的價格就被京東方壓下去了 所以蘋果就把單子轉到京東方的一個身上 這個目前來看也是形勢比人強 但最後要講到這個就是說 為什麼台積電是世界的台積電 是台灣的護國神山是我們的系頓 這是前兩天的一個新聞 這是歐盟的執行委員他叫布勒東 布勒東最近在找產人 為什麼呢 義大利的新聞寫嘛 我們全部都是半導體的乞丐嘛 那我乞丐如何不當乞丐 就是我自己要有產人嘛 那我自己如何有產人呢 我要去找產人 布勒東一開始先找英特爾 英特爾呢跟他講完之後 想一想的 但是我可以把那個會議直接跟你說 英特爾 你有產人嗎 我成功都不夠了 我哪有產人 我不要再找產人給你 我自己成功都不夠了 我要開投機店的 我為了他要投單給台積電投6奈米的 所以布勒東後來就視訊台積電 歐洲的總裁他叫莫塞德 他們現在歐盟已經說一件事情很重要了 未來10年 他們要做所謂的數位螺盤 這數位螺盤要把整個歐洲的一個產能再加一倍 那為什麼歐洲產能要加一倍呢 各位你去想想看 你可以忍受這種事情發生嗎 訂單一大堆工廠的車做得出來 就因為單單沒晶片 目前美國日本德國大陸工廠都在停工當中 中國大陸這一波還有兩間大廠要停到五月 要停到五月喔 所以台積電現在是世界的一個救星 但台積電各位回到剛剛六期所說的 全世界的科技被滿足了嗎 全世界的科技被滿足了嗎 台積電一個十年前的廠搬到中國大陸去 他們大家就在那邊歡天喜地 各位就知道台積電的科技能力有多強大了 嗯哼 嗯哼